美国西部时间10月6日 抗氧品牌亚美维他十周年场庆 在洛杉矶举行 各界嘉宾 多个领域的专家 KOL与粉丝等 共同见证亚美维他 比例奋进 深耕抗氧的十年征程 GMP主席坑王 美国维他首席执行官 Raymond 中国区总销售Nancy 首席营养士 Masa等出席了剪彩仪式 亚美维他CEO 品牌主理人Raymond 发表致辞 回顾品牌十年发展历程 亚美维他始终坚守 真抗氧的品牌理念 坚持品质与持续创新 始终致力于为广大的女性 提供高效抗氧产品 今天是我们美国工厂 GMP Nutrition Enterprise Inc. 十周年的厂庆 那今天特别高兴能够邀请各位媒体朋友 后来参加我们这个庆典 同时呢 今天也是我们新产品发布的一个时间 今天我们会发布一个全新的新品 是用在那个护肝 是我们的一个护肝饮 它的成分来自于天然水果 那最主要呢 是给我们的年轻的女生 熬夜女生用的一个护肝产品 品牌首席营养顾问 Masa的主题分享指出 氧化是一切疾病发生的根源 并从专业的角度 解读了抗氧化保养的重要性 法国Vita-Kershia专家 也在现场演讲中 对天然抗氧成分 Arcassinia的成分优势 功效及产品应用 做了细致的介绍 免疫学家Naidu博士 围绕主动免疫等话题 做了学术分享 我来到接下来 Long COVID 和如何Long COVID 影响了全球全球的 国家组的病毒 什么是 我们有了 什么类似的健康 我们需要 十年发展 载欲满满 随着亚美维他十周年厂庆 与新品发布会的成功举办 品牌的发展也正步入新阶段 新起点 开启新的征程 在下一个十年发展 亚美维他将为社会带来更多优质的产品 也将引领行业创新发展 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民众 带来更多的美丽与活力